记者陈云桃园报道,桃园是年满65岁市民可免费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。市长郑文灿今天宣布,即日起65岁还能升级时打一支腰价分1300元的新型结核性疫苗。 郑文灿表示,肺炎占国人十大死因第三位,特别东春季节变换之时,特别容易感染,严重可能引发败血症及脑膜炎。 桃园市为此积极推动公共疫苗,涵盖幼儿、青少女到老人,每个年龄层都要照顾到。 桃园市卫生局长蔡子君指出,中央补助75岁以上张者免费接种肺炎链球菌多糖体疫苗。 桃市府也自愁经费向下延伸到65岁以上张者免费接种。 蔡子君表示,原本的多糖体疫苗单价约1200元,疗效约一至三年,新型的结核型疫苗有免疫机毅力,疗效约能延续十年,之所以今年开始推广。 是因为结核型疫苗原本用于幼儿,去年美国研究发现对老人也有效用,决定加以推广。 蔡子君说,结核型疫苗一支药价3300元,单价偏高,因此先从65岁推广,未来在逐年编列预算扩大补助,即日起可攜带身份证明文件及健保,IC卡前往卫生所或医疗院所接种。 相关疑问可拨打市民热线1999或防疫专线0800-033-355。